156. 星島日報 美股年第四日觀望處局以色全州跌如200% 商品價受壓 2015年7月26日星島財經 B02財經頭條中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 商品價格備受壓力 加上過去數家重磅公司業績欠缺驚喜 拖累美股年第四日 三大指數上週內計跌幅均超過2% 展望本周 聯儲局周二及周三議息 周四公佈的美國次貴國內生產總值 以及多家公司公佈次貴業績均將主導美股走勢 此外 投資者亦關注商品價格會否繼續受壓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週五跌163點 報17568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跌22點 修報2079點 失守五十天護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57點 修報5088點 大市下跌主要受到原材料和能源股 以及生物科技股拖累 上週全週計 道指跌2.86% 為今年一月份以來最大的單週跌幅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2.33% 為三月以來跌得最多 標普指數跌2.21% 崇銀分析員指出 標普指數和道指分別跌穿2088點和17600支持位後 跌幅有所擴大 其今跌接近五年低位 亞馬遜次季業績教育期理想 股價上週五增急升20% 收市部529.42美元 升9.8% 市值升至2476億美元 超越旱以馬成為全美最大市值零售商 紐約九月份期由上週五收市下跌31美元 相當於0.64% 跌幅 報每桶48.14元 為四月初以來低位 交上月十日錄得的每桶61.8美元高位回落超過兩成 技術上陷入紅市 紐約期今最低增跌至每項市1073美元 再創2010年以來低位 收報每項市1086美元 跌9.1美元 相當於0.83% 跌幅 全州計 紐約油價跌5.4% 其今價跌4.19% 聯儲局上週五發表聲明 承認6月29日因為疏忽緣故 提前了五年在網站上披露該局分析人員為 6月16日及17日議息準備的內部經濟預測數字 儲局時分析員經濟預測具息 這寫分析人員預期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今年結束前 將從目前的0至0.25例 升至0.35例 一寫經濟師認為 上述分析人員預測結果 意味當局今年內只會加息一次 加幅0.25例 相比之下 聯儲局6月以息後公布的理事利率預測 決策者估計年底前的基準利率為0.625例 意味當局今年內會加息兩次 上述分析人員預測 原本要等到五年後才披露 聯儲局在聲明中強調 分析人員的預測不代表決策者的立場